Hello 大家好 又是Goby 今天就跟大家來開箱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都是開箱 就會開我上一個月收到的PR Package 和我自己的字架 上一個月的PR 就有一個台灣的太陽餅品牌 叫余一堂 送了太陽餅給我 我就可以跟大家在螢幕前分享一下 然後就有Olive Yarn Olive Yarn也有一個PR Package 同一個月 我自己也在Olive Yarn買些東西 因為其實比較新 我想試一試流程 我自己做了Olive Yarn的字架 有I.Up的字架 和ASOS的字架 如果大家對於這些牌子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 在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新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 我是Goby 我的頻道是關於Natural Organic Beauty為主 也關於Clean Safe Beauty的題材 是在Wellness Vlog的 而我也是一位註冊的黑風治療師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關於荒療上的知識的話 記得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 兼按住小鈴鐺 等我下次下載新片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了 我們先開一些PR Package 其實這盒餅 我自己吃了一塊 今天也給了一塊 契其是 其實這盒裡面 就是一盒招牌 太陽餅 但他送了一個抹茶孔給我的 他也是禮盒裝 可以抽著 他們是台灣直送的 所以是台灣官網 直接順風速遞過來的 一盒是預計保值期一個月的 所以我來這兩個星期吃完 看看我多快 其實這盒也是簡簡單單 後面有那些 營養標籤 打開就是這樣的 是躺下的盒 其實一盒是有六塊的 他有跟著小冊子 然後一塊就是這樣的 純手工行涼太陽餅 抹茶口味 這裡寫是比賽指定的第五屆 全國第一 這樣 大家撕一塊 好 好了 來到也是很英俊的 他這個太陽餅是奶素的 我撕開給大家看 它掉了 真的一樣 在試吃 雖然我吃過 好 好吃的太陽餅 裡面應該要有 少少少少的 煙韌 但是又會介乎 糖心和煙韌的中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咬多幾咬 會有一個軟弱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講什麼 即是 它要是少少煙韌 但是又不會像麻薯一樣的煙韌 是很有抹茶味 那個甘 又不會太甜 又有太陽餅的口感 但是是綠茶的甘甘的口味 所以我覺得挺好吃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去看看 有很多款台灣很有名的糕點 大家可以去看看 太陽餅也有 1 2 3 4 5 6 太陽餅也有6款 抹茶就是限定口味 就是這樣 這間就是 魚一堂的冠軍太陽餅 抹茶好備 這個olive yarn的PL 裡面只有一個大盒 就是這個 上面有綠色的小蝦蝦 看到嗎 綠色小蝦蝦 打開是這樣的 寫著 希望你喜歡 然後是這樣的 前面有化妝品 又有護膚 其實我那次收到之後 我覺得挺開心 因為我喜歡選擇成份的人 收到之後 裡面有1 2 3 4 5 有5件產品 有2件都是合格的 所以超開心 這裡這5件產品 就有ABIB 這個牌子 我跟大家分享過 他們的Sheet Mask 超棒的 我有一條影片說過 大家有興趣 就去那裡看看 這個套裝組合是 Calming Pump 他們的Hard Leaf Essence 裡面有2枝產品 一枝就是 綠色的ABIB Hard Leaf Essence 這個是精華 另外 有一枝很小的迷你版 Toner 其實這個牌子的東西都不錯 大家可以看看 接著 Be Plain Be Plain 是韓國一個APP 叫Huahe 它是Track成文的APP 好像就是那個APP 研發的一個牌子 Be Plain 這個是Clean Ocean Nano Mio Sunscreen 有SPF50 PA 4個加 這個盒子是綠色的 那個瓶是藍色 那個Tip是藍色 其實Be Plain 也是成分很好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這兩個牌子 ABIB Be Plain 也是錯的 接著就是3件化妝品 首先就有這個 Pretty Easy Glitter Stick 是這個牌子的 Alicia 很熟 好像我之前收過 Hair Style記 來的 好像在Christmas的盒子裡 有某些牌子 好像是這個 品牌 這支就是Glitter Stick 大家試上手 這些很容易用 這些用來做眼影 又或者是 畫在下眼線也不錯 這個顏色是No.5號色 Dusk 接著呢 就有一個指甲油 Romance的Mood Pedal Nail 我覺得Romance的顏色都挺漂亮 很少女系列 但又有些sophisticate的感覺 我現在手上這支是 一個 是 一個 玫瑰粉紅的顏色 挺漂亮 但我現在很少用 擦指甲油 因為 對 最後一個 就是 Toku for School的 這個 它叫 Art Class by Rodine Shading 應該是一個 修容盤 它打開是這樣的 我還沒插開過 這裡有一張小筆 打開它 就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就是修容粉 應該適合我的顏色 好了 以上就是 這麼多件來自 Olive Young的PR 好了 不如再打開 Olive Young 我自己的 折扣 我自己 上網 然後 檢查一下成分 這裡以下 就是一些 我檢查過 我有興趣試 以及成分 很好的牌子 好了 這裡有三件 其實我買了很少東西 有兩個新牌子 其實 大夏天 我 經常想找一些 怎樣說呢 介乎Skin Care 以及定妝中間的 一些粉 是可以幫我 例如我不想化妝 但我又想 乾爽一些 因為夏天很黏 通常你上完Skin Care 你就會覺得 好像有很多東西 塗在上面 你想乾爽一些 或者口罩不要黏著臉 那我就找了兩款的powder 一款就是 Edude House的 Sebum Soak Powder 我還沒開過 看看樣子 其實很簡單 這個 藍色的膠盒 很便宜的 我記得這個東西 然後裡面有一個粉撥 要拉開膠紙才可以用 其實就是 簡單的 去到油光的一個物粉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想試的 因為成分也不錯 還有 在香港也找到 如果我試得好用的話 大家都方便點買 另外一個 都是類近的東西 這個是 怎樣讀 G-O-O-N-G-B-E 也是Soothing Powder 先擦開它 那些小嬰兒也適合用 裡面 打開 有兩個綠色的powder 有兩個粉撥 然後呢 其實這個盒子 很大 它 是這樣的 啊 就是這樣的 它裡面沒有跟著粉撥的 就是你要塗一顆 然後放進去 上面這個位置 是有一個 膠的蓋子 讓你的粉撥不會碰粉 它的粉也有壓痕的 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些呢 其實呢 近似 Skin Care 蜜粉 中間 這個很明顯是 化妝用的 這個是 Skin Care 用的 其實我 我喜歡這些 比較多 因為我平時 不化妝 我都可以用 這些 然後呢 是化妝品 這個呢 就是一個新的牌子 而且我看到 它的樣子很漂亮 成分也很好 好啊 我們看看這個牌子 叫做 Wik Wik Make 它的樣子是這樣的 白色 它這裡有一個壓花的 可能這裡太光 拿不到 這裡有一個 Emboss 裡面那個 Cotion Compact 我自己覺得很漂亮 我自己覺得它的形狀很漂亮 那你拆了一張膠紙 打開 好漂亮啊 好像粒番茄啊 好喜歡 好像粒番茄 這個樣子 它的Cotion Compact 上面這裡有一個 emboard他們的Logo 打開是這樣的 它封好 那我不開了 這裡 還有它是Vegan的材料 裡面呢 也有一個refill 在盒子裡面 對 對了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去買這顆石仔 我覺得很像石仔 可以去看看這三件產品 就是我在Olive Yarn選過 成分好 又 我自己有興趣去試的牌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看 它們 好了 然後呢就是 ASOS ASOS 我買回一些我自己有需要用的東西 之前呢 我就在ASOS 訂開 Things的 這個 底底 就是 Purid的底底 一向都覺得這個牌子是蠻好的 上次我的iHerb開箱呢 Rare都有出這個 即是Period用的底底 但是我覺得Things的Cutting 比較漂亮 那我就買了另外兩款 一款呢就是低腰款 細馬 其實我覺得它們的Cutting 是比Rare做得好 我之前就是訂開Sport的款 Sport那款的質地就是偏向Polyester 即是那些質地來的 那現在呢我就試一下它們的Cotton料 另外呢 這個也是Cotton款的 但是這個是高腰款 我訂了一個黑色的 對 因為我很久之前買的那條Sings 就已經 丟了 就是 鬆了 好 那就試一下Cotton款 我不要穿了 我自己也比較喜歡Cotton款 因為我塞疹 我就不太喜歡Polyester 那些材料的質地 會刺的話 或者會勒著的話 我也覺得不舒服 大概是100 100 近200頭 價錢一條 不過它可以 至少都可以穿你半年 好 就是這樣 好 好 最後啦 我這次的命令就是 全部都是洗頭水髮型用品 首先呢 因為我現在短頭髮媽 我極少用護髮素 我盡量不想把潤的東西放在我頭皮上 所以我訂了兩支 蘋果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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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直接沾沾 我會把它放進一些滋滋瓶裡 洗完頭之後用來過水 通常都是噴一噴 又或者倒一倒 其實這些是可以碰頭皮的 然後按一按 然後再過水 希望不要太大層醋酸味 它裡面的成份是很乾淨 全部都是幫助頭髮生長的東西 我就買了兩支來試一下 我沒有試過這些 蘋果醋的蘋果醋 試一試它 很好奇 好 之後呢 洗頭水 這個訂單裡面的所有產品 都是我檢查過成份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跟我一起試一下 因為這些是我選過出來 我覺得成份很值得入手的 首先有Original Sprouse Classic Shampoo 它的pH是6-7 它這個shampoo在detangle 和conditioning 已經可以做到潤窄的 extra gentle on eyes 和for every hair type 它有點香味 但我不知道會有什麼香味 試一下它 除了香味的flagrant 以外 也是很好的成份 接著呢 就有 Philip Adams 的一個 又是apple cider vinegar的shampoo 也是成份很好的 但我就試一下它 就是這樣 然後呢 也是洗頭水 我買了很多洗頭水 這個呢 就是Milkric的 Biotin Shampoo Thicker Fuller Hair Naturally 因為它是Biotin Biotin是一個 維他命B幾 總之是一個頭髮生長出來 很重要的元素 令到頭髮可以厚一點 它裡面也有加到Biotin 和Peptide 這裡寫著 Peptide 這樣的 可以試一下 另外呢 還有兩支的 那些 Sculpt Stimulation的 這個 Energize的 這個Hair Follicle Stimulator 因為其實頭髮生長 最重要的是 你多一點去刺激它 讓它的出液循環好一點 當然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洗頭水 那些成份好不好 會不會 倒塞毛孔 通常我都是看過 成份沒問題 我才買的 這些呢 就是 額外的 可以噴上頭皮 然後做一些 massage 類似頭皮的 保養 它叫做 Hair Follicle Stimulator 它有 可可巴油 還有 B5 B5就是 Pafenol 保濕劑 比較多 可可巴油 就是 基本的 平衡滋樣的 油脂 另外 也有 Sculpt Repair 這個很特別 它裡面有拿到辣椒的 同樣地都是一些頭皮保養的 裡面有 咖啡 Lentol Olive Leaf 又有 Rosemary 其實很多 頭皮 Stimulation 產品都有 Rosemary 因為是一個很好的頭皮 再生的 Essential Oil 或者Extract 其實對於頭皮 保養也很有效 這些 全部都是買來試一試 好奇 看看怎樣 因為我自己在做一個 就是 pre-wash 的 treatment 我自己 怎麼說呢 我自己頭皮保養 基本上是 按摩為主 所以用Essential Oil 或者用 Rosemary Extract 的東西 都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幫你輔助 令你的頭髮 可能生得更加 農民 更加快 更加強壯 我自己在做那支 頭皮的pre-wash 是用油來做Base 即是你噴上去 你要按摩 你一定要按摩 因為其實這些都不可以爛 我覺得 除了運動 飲食 之外就是按摩 對於頭髮生長 是最重要的 以上那麼多件 就是iHerb買來的 全部都是髮型用品 那就分享完了 上個月那麼多件的PR Package 以及我自己做的折扣 如果大家對於個別產品有問題的話 記得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說 我知道 如果喜歡看的話 記得按個Like 留言留言 或者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你 有需要的朋友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愉快 安全的生活假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把這個按摩 按摩 做個星期再見 我們的大約會